克里斯·保罗在夏特洛黄蜂、新奥尔良提湖的六个赛季都经历了什么? 在荆州勇士夺得总冠军之后,媒体立刻爆出保罗的悲催经历, 曾经追随他在西部征战的德利队友们全部拥有了总冠军。 除了詹姆斯·波西在2005-06赛季追随麦阿密热火已经拥有一枚总冠军外, 其他三人,泰森·钱德勒·斯托·贾克·维奇·大卫·维斯特都是离开保罗之后才夺得总冠军。 而且,波西在离开保罗后,在2007-08赛季又追随波士顿·凯尔特人夺得一枚总冠军。 所以说,保罗好可怜,别说总冠军,就连西决的地板都摸不到。 依稀气的邓肯曾经抱着保罗的头说,别哭,未来是你的,是你妹,下面我给你看看。 保罗到底有多悲催,他在黄蜂时期的队友,有一班东尼奥·丹尼尔斯他和保罗,在2008-09赛季做了一个赛季的队友。 丹尼尔斯曾在1998-99赛季帮助马次夺冠,那是他进入联盟的第二个赛季,也是刚刚加入马次,场军贡献1.8分,之后再也没有获得过总冠军。 二,德文·布朗他和保罗,在06-07赛季,做过一个赛季的队友,2004-05赛季,追随马次获得NBA总冠军。 那个赛季他场,均贡献1.8分,不认识他,就是那个,被迈迪35秒最后,时刻抢断的一连委屈哥。 三,肖恩·马克斯·马克斯在2008-09赛季和保罗做了两个赛季队友,他也曾在2004-05赛季,随马次对夺得总冠军,他继后赛没有获得出场机会。 四,梅尔文·伊莱·梅尔文·伊莱斯直中锋,他在2006-07赛季追随马次,夺得总冠军,继后赛没有获得出场机会。 在2007-08-09赛季,来到黄蜂队和保罗搭档了两个赛季。 五,马克·贝利内里贝利内里,在2010-11赛季和保罗做了一个赛季的队友,保罗为他输出了不少炮弹。 作为射手,他要感谢保罗,13-14赛季,他从功扭转头马次,当即就夺得总冠军。 继后赛他场均5.4分,三分命中率42.1%。 六,林顿,约翰逊三是林顿,约翰逊三是在2005-606-07赛季,和新秀保罗做了两个赛季的队友。 不过在去黄蜂之前,他在2004-05赛季,随马次获得总冠军。 继后赛他没有登场。 七,斯比迪,克拉克斯顿克拉克斯顿2000年首轮20顺位,被76人选中,在NBA打球的第二个赛季,他转会到马次队,随队夺得2002-03赛季总冠军。 继后赛他场均贡献5.2分1.9篮板,1.9助攻,是夺冠功臣之一。 八,麦克,詹姆斯,麦克詹姆斯是非选秀球员,他的运气也是太好了。 2003-04赛季,他先是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,打了55场比赛,还都是先发,虽然被交易到底特律活塞,然后就随队夺冠了。 保罗听了响打人,9,母本家母本家职业生涯场,经出场时间没有超过10分钟,但是他在2008-9,09-10连续两个赛季,追随胡人队夺得总冠军,10-11赛季转头黄蜂,和保罗做了一个赛季的队友。 10,克里斯,安德森,鸟人安德森,在05-6,07-08赛季,和保罗搭档了一个多赛季,在离开保罗之后,他于2013-14赛季追随麦阿密,热火夺得总冠军。 11,布朗,布朗是92年进入NBA,是一名防守出色的老将,他在2005-06赛季,只和保罗搭档了一个赛季,随后离开,2007-08赛季,他追随波士顿, 凯尔特人获得总冠军。 12,史密斯,史密斯和保罗也只共识了一个赛季,就被转汇到绝境,在NBA混迹了十几个赛季之后,终于来到克里夫兰骑士队,在2015-16赛季跟随詹姆斯,获得总冠军。 13,克雷沃阿里扎阿里扎是洛杉矶湖湖人队,2008-09赛季,夺得总冠军的功臣之一, 那个赛季季后赛,阿里扎出战23场,场均贡献11.3分,4.2版2.3助攻,3分命中率高达47.6%,夺冠之后,阿里扎在2010-11赛季,和保罗搭档过一个赛季。 14,泰森钱德勒钱德勒和保罗,在2006-9搭档了三个赛季,他们在2007-08赛季取得了最好的56胜26负,不过,还是没有摸到西绝地板。 2010-11赛季,钱德勒加入蓝色骨头,联合德克,基德,佩甲,夺得总冠军。 15,斯托贾克维奇佩甲,从国王时期,就已经是联盟顶级射手,他和保罗,在黄蜂搭档了五个赛季。 2010-11赛季,他离开黄蜂,短暂加入猛龙后,加入小牛,最终随队夺冠,并在季后赛,投进关键的三分球,是球队夺冠的重要功臣。 夺冠后,佩甲退役,16,詹姆斯·波西·波西·波西,是一名优秀的三底球员,他曾在05-06赛季辅佐维德·奥尼尔夺冠,然后和保罗,做了一个赛季的队友, 零七复把加盟拥有加内特·雷阿伦·皮尔斯三巨头的凯尔特人,如愿夺得第二关。 17,大卫维斯特,可以说是保罗培养起来的优质四号位。 在钱德勒之后,保罗把维斯特也培养成了联盟顶级的球员,他们搭档了六个赛季,保罗去快船,他去步行者。 在15-16赛季,抱马刺大腿失败后,维斯特加盟勇士,如愿夺冠。 其实呢,在保罗转会快船后,快船还是有一些球员,离开他就夺冠。 比如11-12赛季的队友莫里斯·威廉姆斯,在15-16赛季,随其是夺冠。 12-13赛季的队友马特·巴恩斯,于16-17赛季,随勇士夺冠。 14-15赛季的队友邓台琼斯,15-16赛季,随其是夺冠。 论抱大腿失利,还得是保罗前队友,为什么邓肯很多年前,不早点喊保罗一下?